原标题 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建水库 处水量超170亿立方米 就不怕地震 水库是现代水力工程中最常见的人工干预 调配自然水资源的一种形式 在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地方 水库的建立是有很大益处的 一座水库控制当地河流水资源之后 可以充分发挥防洪 去水灌溉、发电、养殖等作用 一次投入、受用百年 但与此同时 水库的存在又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 特别是大型水库 比如说 因为水库截断河流导致的水生态循环恶化 水库蓄水导致下游水量减少 重力霸和超大质量水体导致的地质下沉等等 其中最为可怕的问题是因为大型水库的崩溃引起的超级洪水 所以一般情况下修建一座大型水库都会从各个方面进行慎重考量 最终才能决定取舍 在印度北部地区的喜马歇尔邦以及喜马拉雅山脉南路的群山之间 由于海拔落差极大 水能丰富 这里建立着为数众多的水库 其中以巴克拉水坝为最大 去水量达93亿立方米 相当于亚洲天池丹江口水库加高后 储水总量290亿立方米的三分之一 排名第二的是比亚斯水坝 储水量为85亿立方米 两者加起来 总储水量超过丹江口水库加高前的容量174亿立方米 按理说你 印度作为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国家 其北部作用恒河 印度和平原 地势平潭 降雨充沛 为何还要冒险在地质活动极为频繁的喜马拉雅山 建立大型水库呢 难道就为了发电吗 要知道 喜马拉雅山可是世界上地质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 一旦这些水坝所在的地区 发生大型地震或者山起崩塌 那么 这些高海拔的巨大的水库 就会奔腾门下 提却印度大平原 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百块冲突地区建坝 无疑是在自己头顶上放置了一枚不稳定的超级河毯 从海拔位置上来说 近度 北部的两座大型水库的海拔高度都远超丹江口水库 而另一方面 我国丹江口水库以及三峡大坝所在的位置都远离地震带 并且在历史上也基本没有过地震相关的记录 但印度喜马歇尔邦的情况则不同 这里是印度板块的俯冲地带 板块碰撞使得这里从古至今都是世界上地质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 那么既然如此 印度为什么还要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迫不及待的在这里修建大型水电站呢 要知道那时候丹江口水库可都还没诞生啊 其实印度之所以会在这里修建大坝 并非为了发电 而是利用水库的防汛蓄水能力防洪以及抗旱 印度北部有几个邦太干旱了 虽然从整体上来看 印度地区将水充沛 水网密集 但事实上 印度的水资源分布却存在一定的不平衡 比如说在印度北部 庞浙普邦和哈里亚纳邦 平坎子一眼望不到边 但是因为这里地处恒河与印度河的 分水岭地段 致使两大水系的水网 无法正常覆盖 水资源匮乏 常常受到缺水问题的困扰 地下水严重透支 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出现沙漠化 而在夏季 喜马拉雅山南路大量的降雨 又经常奔流之下 致使这里时常出现洪涝灾害 除此之外 这两个邦的人口密度也很大 在印度综合人口密度排行中处于第一梯队 所以早在印度独立之前 就有相关部门计划在北部山区修建水库 以缓解这两个邦的环境恶化 以及用水压力 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 当局马上执行了早先的计划 在喜马歇尔邦南部的印度河支流上 修建水坝 于1948年开工 毕竟印度河最终流向了巴基斯坦 1963年水坝工程完工 取名为巴克拉水坝 设计库容量93亿立方米 拥有多个泄洪通道 并在下游增设多吉兰水坝 以防止洪水和自然灾难 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 大坝蓄水完毕之后 通过巴克拉运河 向旁浙土坊南部 以及哈里亚那帮进行水资源输送 同理旁浙普邦第二大水利工程比亚斯水坝 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修建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